這一款是KELIN的Cashmere 特色米爾 特色米爾大家應該聽過都是羊毛 對不對 特色米爾羊毛 那我們就 來 聞聞看 特色米爾羊毛是什麼味道 這一排KELIN 我先前有介紹過 這是 一款小清新的品牌KELIN 顧名實意 就跟它的品牌名稱一樣 聞起來的系列就是清爽乾淨的系列 包裝啊 或者是瓶身 都非常的簡單 明確 俐落 克色米爾 有沒有聞過克色米爾 沒有 賣那麼多汁都沒有聞過 今天給你們一個機會試試看 咬咬 特色米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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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啾啾耶 這支會啾啾 他的特色米爾 對 你看 再聽一次 克色米爾 特色米爾 öst會 veut wym 喔 哦!綿羊油 它還有帶一個酸酸的味道是嗎? 是嗎? 嗯,蠻舒服的 我想像它是輕輕掉的 因為克澤綿羊應該是溫暖的 對啊 對 對,綿羊油 因為冬天就是 哦,綿羊油 十開始的味道還蠻清爽的 對 這個克澤綿羊應該讓人家感覺是適合冬天噴的 感覺克澤綿羊毛就是很柔軟 然後很保暖 很溫暖的味道 但事實上它前調呈現的並不是這樣子 不過剛剛一直有說到它有一點綿羊油味道 這倒是有一點好 但我現在聞到的是 帶一點輕微的 酸色感的 那個 算是 橘子吊嗎? 是嗎? 好香 不過這個微酸感很快就下去了 嗯,一下就退掉 對,一下退掉 對,一下退掉 這邊有點發香 嗯 嗯 這一隻很多人喜歡嗎? 賣得不錯 對 舒服清新 還有什麼可以形容 這個我覺得很適合在睡覺的時候很 睡覺的時候 嗯 會放鬆的味道 嗯,好放鬆 放鬆 有嗎?有什麼嗎? 有什麼味道? 對 你看,救急哥聞到了 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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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綿羊油味越來越明確 那種溫暖的綿羊油味道 克色米爾 羊毛 有喔 對 這叫做克色米爾 對 克色米爾 羊毛 女性蛋香精 還真的咧 這大概要到中間 前面五分鐘過去之後 然後它的這個 羊毛纖維的味道就開始出現 期待一下我的厚調 跟大家分享 待會見 克色米爾 羊毛回來了 經過了一些時間之後 我剛剛說它的 一開頭的微酸感 到中厚調 居然轉化成 要帶出 羊毛纖維的味道 這真的是很厲害 它前面再鋪了一個很長的梗 然後後來到中厚調之後 帶出了它想要告訴你 羊毛纖維 可以聞到到纖維感 纖維是什麼感 一噴了就知道纖維感 這個實在是太厲害的化學變化了 褐色米爾羊毛 快來聞 聞了有什麼 感想 有聞到薰衣草 哦薰衣草 真的耶 有嗎 有嗎 有 我怎麼沒薰衣草 我覺得滿放鬆的 我覺得滿有放鬆的感覺 對 難怪你們說適合碎香 基本上我會暈薰衣草 對這個味道比較敏銳 比較敏銳 但是我目前聞到現在還沒有暈香的症狀 所以可能它只是提味了 薰衣草提味 對 那可能我對這個提味沒有很明確的感覺 那這個睡香出門噴出去比較愛滾 那這個睡香出門噴出去比較愛滾 直接去看展的時候啊 看展展喔 對 或者是小休閒 小旅行的時候 對 它有點奶奶 其實很適合 就是度假的時候 有 對 我必須說它厚調這個舒服感 越來越明顯耶 就你會覺得這支香水 怎麼越來越溫暖 越來越喜歡 越來越沉醉 就很像一直窩在這個羊毛纖維裡面 不想出來 果然是一路睡到底的睡香 這支真的厲害 難怪人家會 很多人很喜歡這支 我終於知道它的厲害 也見識到 今天賣了這麼多瓶 第一次我也是自己 打開來聞 好不好 謝謝大家給我這個機會 希望你會喜歡我們今天的 Clean克社米爾羊毛介紹 再見